什么情况下会痛 今天我们请来的专家 是广东省中医院 跟双方学术大头人林定坤教授 林主任,首先想问一下 根骨其实指的是哪里 什么情况之下它会有疼痛的情况 根和骨是否不同呢 我们全身的运动系统 一个是骨骆 骨骆是支撑我们身体的 骨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比较容易理解 根是中医的词意 它讲义的根包括了 我们的运动系统的肌肉 肌肩、人体、筋膜组织 甚至包括了神经 如果跟讲义来说 它的根是指一个功能机构 它不单只是形态上的结构 更加指是功能机构 包括了运动系统的联络 我们初步认识了一下 这个根骨之后 我们立刻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提反题 你看看提反 接着又到了健康问题考虑的环节 考虑大家以下哪些病痛 属于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呢 A. 颈椎病 B. 观关节炎、室关节炎 C. 腰椎间盘突出 腰椎管狭窄 D. 腰酸脚远 关节退行性是说关节 它有一个定义在这里 所以关节就是指满关节 指关节、室关节、室关节、室关节 或者腰椎的关节 所以腰酸骨炎是一个症状 一个症状是退行性疾病的一种表现 它不是一种病 室关节炎、室关节炎 这都是退行性变 脊筋盘突出已是退行性变 椎管核植是脊筋盘突出后期 引起的老年质疾病更加是退行性疾病 比脊筋盘突出还要迟一点 颈椎病算不算是退行性的关节? 算的 颈椎病、脊筋盘突出、脊筋盘核植 都是退行性疾病 正确答案应该是ABC D就不一定是 因为腰酸、脚远可能有很多 多种病都会引起 教授,其实我不明白一件事 假如我在医院 医生告诉我 你是退行性病变 是不是意味着呢? 我就不用看了 反正他都是医不回不可逆转 是不可逆转的呢? 是吗?不可逆转? 退行性疾病 他说的改变不可逆转 比如软骨磨损了 他那种退变 他可能不可逆转 那就是这些 国关节近期合集了 他可能逆转 他的脚筋盘突出了 他不可能变成一个 又年轻的脚筋盘给你 那就是这方面 但如果和疾病 你以为症状来说 出现了疼痛 是不是就不可能医护了呢? 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回答 应该说 出现疾病很多时候可以治疗 也可以使症状缓解 甚至症状消失 可以处于长距稳定 变成没有症状 大师很想了解一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 引起这些筋骨的疼痛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说的退痕性疾病 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是人出世之后 各种器官都会坐人性病变 只好腰椎、七头疼 这些地方 它属于运动系统 就是比较突出的位置 它受力比较多 所以它的退痕性疾病 除了自然退变之外 更加跟它受力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姿势不正确 比如说长期公子的腰椎 它引起脊筋盘容易突出 应力集中 如果是长期爬山 七头疼痛苦重过重 斌骨磨损得过厉害 它分股君之炎就很容易出现了 那背叶板如果受伤之后 也很容易引起七头疼痛痕性疾病 所以它又跟外胸有关 跟生活姿势有关 刚才说我们长期打电脑 我倒下一头写字 颈椎病很容易发生 那其实这个骨疼和筋疼 有什么区别呢 有区别的 其实一个七头疼的退痕性疾病 和一个腰椎的椎筋盘突出 其实它两方面都有关系的 既跟骨有关 既跟筋有关 通常早期是筋的退化 筋的受伤 由于筋的受伤之后 它不能发挥筋对筋的保护作用 或者它的左右不平衡 比如说颈肌两边都不平衡 颈椎会坐坏 最后的压力不关闻 因为最后突出 所以筋的病往往是导致 骨的病的一个导火线 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筋的痛你可以通过促诊 通过闻诊 可以玩得到筋的病变在哪里 通过治疗去保护骨头 而骨的病变 我们通常退痕性疾病里面 骨基本上增生 有些地方没得到 七楼膏没得到 但腰椎增生是很难没得到的 是靠X肛片去诊 骨头痛是里面的痛 所以筋痛和骨痛应该区分出来的 是 说到痛 很多人就知道痛就不通了 我们去看病的时候 医生就会说你气滞血语 经絡就不通了 经絡不通 气滞血语这种是怎么解释呢 在中医上 中医讲气血 内讲气血 外有筋骨 内有气血 气血是什么呢 气血 气就是一种功能表现 是一种撞腑的动力 那种动力就叫做气 血是一种物质 所以气滞血语 就是说功能和血液循环都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气滞血语 外面的筋骨受伤 它里面会气滞血语 里面的气滞血语 或者是血小 筋骨得不到的营养 筋骨会老化 这个是相乎相成的 气滞血语就是 比如说被人打伤 或者吓死 气就会滞 气就会滞 如果你不舒服 它可能会导致血语 血语会导致疼痛 那怎么解决 怎么办呢 调气 调气的手段可以通过呼吸调气 可以通过手法调气 可以通过药物调气 针灸 都是调气的方法 去鱼又是肤 外面有受伤 它是肤 如果内製的鱼 通过食欲点穴 都可以做与那种鱼 可以补到我们的筋骨 帮助它的人性恢复 它以形保营 这是传统的说法 因为在那个教时代 那个物质比较频繁的年代 它很多人是形容不良的 或者是缺分某种物质 缺分蛋白 缺分胶原 所以义人保营在以前的年代 是作为我们人体需要缺什么 保什么 它从形式来说 那个根箱 吃绿根 吃猪肉根 它是一定的作用的 现代人的营养个性 义人保营这些点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宜了 三分钟可能补出其他的病发症 是不是营养个性 吃到胃制了 脂肪 胆固醇高 这种东西还不好 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的节目 曾经讲过 这个人的 其实筋也好 骨也好 皮肤也好 都对应相应的气壮 如果我记错的话 就是说骨好像对应神的 筋就对应肝的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呢 中医讲的人体器官 它作为内臓的五臓六腑 五臓六腑 对应筋骨 那就是筋属肝属于肝 那根骨是属于神 所以就叫做肝煮筋 神煮骨 它对应的关系就是 它的根藏血 和根煮疏舌 根煮生发 它这个就是肝气的充足 根的族羊才会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中医对筋的认识 其实讲到这个筋骨 很多人都知道非常重要 谁都想这个筋强骨肩 是了 可以老的时候都伸手敏捷 问题就是平时应该怎样调养呢 特别是年轻子的时候 应该怎样注意去保养它呢 筋骨的保养 你首先不… 那如何调理筋骨 和身体的其他内臓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伤筋动骨应该怎样调理呢 所谓筋粟骨 骨脏筋是什么意思呢 下一节回来告诉你 好 是吧 早上一杯 朋友一杯 家人又一杯 享受酌味越多 牙迹往往越迹越多 好吗 新高露结光感白 肯衹X微米胡珠 六倍许积 幫助重現牙齒,自然亮白 六倍,去積 一杯又一杯,牙齒都是金白 九老姐,廣金白,廣金白 去除牙齒,重現亮白 梁柴領導者加多寶,紅冠提醒你 一月的重要節日有 元旦、小寒、大寒、立八節 和家人一起過節 讓自己的心披見外套 筋骨,很多人都知道非常重要 誰都想筋鋼、骨堅 可以老的時候伸手敏捷 問題就是平時應該怎樣調養呢 特別是年輕人的時候 應該怎樣注意保養它 筋骨的保養,你首先不要受傷 你不要故意… 保持筋骨就是運動 運動的時候第一技就是受傷 你過度的時間過長會受傷 那幅度太大會受傷 但是你的神經協調性不好 你是外力,比如說跌倒 或者扭伸腳 那你就會受傷 那你過度疲勞的時候 你去做企業運動 那個指揮系統不行 協調性不行 就可以受傷 那這個一定要… 第一技就是受傷 第二技就應該順序漸進 比如說你練力 你都沒有練三斤 你就練了三十斤去 肌腱會拉斷的 肌腺會拉斷的 這個就是一個順序漸進 你走路的時間 你走半個小時就累了 你就要慢慢慢慢進去 不過我們很多動作都是 第三個呢 你要有針對性 我們鍛鍊筋骨 你全身鍛鍊是最重要的 另外那個練內氣是最重要的 但是至於看你的七頭膏有退化的時候 你應該注重練腰腿的肌力 頸椎可以練頸椎的肌力 你要練跑步 你都很少練到頸頸椎 頸椎的筋就很難強壯起來了 但是你說到受傷這件事 其實我很有疑問就是 譬如我的筋受傷了 那我怎樣才可以說 為之醫好了 難道燒了種就為之醫好了 但是我試過就是兩年前 我曾經是咬柴 然後到現在偶然間 我摸到關節的位置 它還是腫大 那是否表現我當時沒有醫好呢 是 之後應該注意甚麼呢 是 我們很多人都有經歷這個 叫做鯉兒反水 這個圍關節 很刺激 扭台 我們叫扭台 由於穿高針鞋 這樣就容易出現 其實這個鯉兒反水 就傷到就是那個腳 外拐的人帶 即是外側的人帶 外側的人帶 外側、外拐、圍關節 外側的人帶 外側的人帶 如果沒有腫大腫 可能就會很痛 對… 我試過咬完之後 痛到流沙眼淚 然後我自己慢慢咬回頭 好回來 又沒有腫了 對…一般三周 它就相當好 最重的是 大部分的纖維裂了 大部分纖維裂了 就會覺得它 會提起一個泡 甚至有乳血出來 就腫了 這種情況 可能你就要 不太好 你要適當、要制動 就是我們復位之後 你要讓它制動 不要走那麼多 最好就反過來 讓它制動休息 這條筋 在它收好期間 讓它靜養 提供一個機會給它生長 還有可以用中醫的肉 肉酒 讓它去促進它 護住化育 讓它伸骨 伸根和腫根 它會感覺得好一點 這個通常 制動三周 它會生得很好 然後就開始訓練 它的反射 那種神經調節 然後你就可以跑步 再去打球 可能它就不會復發 但心想情況 力更要大一點 可能它人體還沒有斷 但是力已經到了腳骨 全到骨 骨折 可以引起外軌的撕脫性骨折 或者可以引起足部的 遮腹關節的脫懷 對 這個時候即是正正正答應 終於講到足部的 蟲筋又捂肌 百日又要 所以應該是咬了 如果你不回頭 就完整後 大家也看到了 是腫的 拍片是看不到骨的 遮腹關節的脫位 一個輕微的脫位 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經驗的 醫生要去摸,摸到哪裡痛 然後用手法把它復回 不分症? 對,不分症 不然筋好了,打個食膏 筋好了,筋還錯位,走路還是痛 一年後更痛 我們見過一年後、兩年後 還是走路痛 生錯位,生了 對,遮腹關節,小關節脫胃,它不好 所以這個要自筋、自骨復回歸 外傷筋骨,外傷氣血 骨折的內外兼治 是指局部治療和整體治療兼重 不僅外置進行摺骨 還需要內置調治氣血 剛才專家跟大家講解了 那大家可不可以分辨出 我們說的筋主要是指人體的哪些部分呢? A. 肥膚、皮下淺層筋膜 B. 肌肉、肌腱 C. 肩梢、印帶、關節囊、滑膜囊、 追尖盤 D. 周圍神經及血管等軟組織 其實這個是B. C. D. 肯定可以歸入筋的範圍 A. 皮膚就不是… 不是… 皮膚不是 但是肌肉,肌肉是… 可否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幾個答案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大家都覺得一頭無髓 沒有,你只要根,我們現在說筋骨燙,筋骨燙 我們最重要是說筋,你應該了解它的功能 還有一個…我剛才說的 它是指一個功能的結構 就是指人體筋膜、肌肉 包括神經組織,它都屬於筋的範圍 屬於筋的範圍,運動系統包含了 這個也是 而皮膚、皮下組織,它是一個… 它就不屬筋了 它屬於身體的另外一個器官 就是和中醫裡面都有筋,有筋的結構 骨外,除了皮,皮下組織,其他都可以屬筋 其實應該是包裹肌的 周周圍圍的話,它要包裹骨、關節 才可以支持它,固定它 還有它可以有運動、靈活的可能 那它跟筋相連的結構是怎樣的? 真的一條筋接一條筋扣起來 還是它是依附於我們的肌肉組織 還是骨肉組織? 如果和中醫說的筋 譬如說它有十二筋筋 這個十二筋筋 說的那些可能大家都非常難明白 如果我們用現代來說 譬如說筋,它有人帶 人帶七樓的那個人帶 它有側面的左右的側向人帶 中間有交叉人帶 交叉人帶,前交叉、後交叉的人帶 肌肉有四面內外側 通常都有,譬如說手,有背側的肌肉 背面肌肉 有腫部有肌肉 腰後面有肌肉 腹部有肌肉 所以它陰陽兩面都會有肌肉 有淺的,有深的 所以筋是圍繞著骨肉 四周圍 或者是內外,或者是前後 淺深殘都會有,都分佈著 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筋束骨,骨張筋 骨落是我們人體的支撐,或者是一個支架 如果骨軟的肌肉 筋就不會有張開,它就會沒有收縮力 筋束骨就是說筋是保護著骨頭 而且它是一個使骨頭和骨頭之間的關節活動的疏瘤 我聽主任你這樣說完之後 其實覺得筋和骨是相符相性的 兩者都是這麼重要的,是不是這樣 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說說筋骨病重的原理 我們說退痕性疾病 或者筋骨痛的時候 我們認識疾病應該從筋和骨 同時去認識一個病理才是完全的 你除了看到骨頭,一時光片 看到骨頭增生 或者磁蓉症,看到胸骨突出之外 你要知道這個人的肌肉狀態是怎樣 如果他的肌肉收縮得很厲害 那他的七流骨痛的原因 跟他的肌肉肯定有非常大的關係 你醫治的時候,同樣要筋骨病重 你不要只醫骨刺 你更加重要是醫治他的肌肉 還有你的肌肉的損傷,肌肉沒有損傷 你要從這裡去做文章 要不然你就多開一張上骨刺,削掉它 他的肌肉還是痛的 而且他很快就會增生 又增生,又增生,又增生 我想問一下這個筋骨 如果長期處於一個勞損的狀態 會有什麼後果 譬如說沒有一塊肌肉 長期處於一個工作狀態 不能休息 譬如說我們長期盯著電腦 你沒有一塊肌肉維持這個姿勢 它就會疲勞 那他吹筋盤長期處於一種 譬如說我倒下頭 處於一種高壓力向後 貧出的壓力,它千萬還會破裂 因為極端盆突出 極端盆突出 如果我們常常躲著腰兒坐 腰椎盆又容易突出 所以這是指一個盲性的改變 然後到突然間就會破裂 這個側變 一個過程 而且骨头会退化 会慢慢磨细增生 这个我们说的退行性变 它会加快 那怎么去保养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慢性甘骨痛 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系的 比如你的生活起胎有关系吗 我们很多人现在夜睡不睡觉 一早起床 其他直柱受压力厉害重 肌肉得不到休息 直椎筋盘也得不到休息和营养的功能 所以引起直椎病会非常多 所以要早睡 主任意思就是 其实养肝骨最好的方法就是按时睡觉 睡觉在休息的时间 肝骨就会自动修复 有规律 千万不要叫它超负荷运作 但我两个膝关节 我曾经打过怨滑劑 很粗支针打下去 是医生建议打的 不是那些玻尿酸的滑液那类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 但是它一定要买某一种 它说是对膝关节的 我说打下去就会很痛 而且会不会长期打 它说等于你关节长期磨损 如果你打一点下去 好像车的机油那样 就是滑液 就是玻尿酸 我不知道什么来的 就是打这两边 其实这个是否有效 好像皮肤保养时不时要做美容 那些关节都要打一些 但自己都会产生的 就是这种方法可不可以取 这样打一些东西 我觉得不行 如果你没事就不要动它了 都是原装的 它打针 它刚才说打一个润滑劑 润滑劑有一个学名叫玻璃酸特 玻璃酸特 它是一种像机油那样的润滑劑劑 它是涉及那个太阳性关节炎 那个关节滑液比较少的时候 它可以起一个润滑作用 起不到润滑作用 对软骨头的一个保护作用 还有有少少的抗炎作用 这个是老年家比较多一些 它运动创伤的运动炎 都可能会打 它是一种用那个物理的方法 就是去补充关节液 其实我们中医医病 和西医病的思路 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中医医病它强调的是主动性 比如我软骨的磨磨磨磨磨 我想办法去减少磨磨磨磨 关节液不足 我想办法去补充关节液 用身体调节身体的机能 去产生关节液 起了个润滑作用 其实很多时候西医都说保护关节 只不过它少强调一点 比如我们对关节液的机理 你要知道它产生是如何产生的 其实涉动的压力 常经常运动 而不过度的仇力 它对软骨来说是一种保护 它不是一种损伤 尤其是肌肉的强壮 对筋骨是一个保护 可以保护软骨 感受损伤 可以出现血的循环 也可以改善筋液 好的 的而且确中医和西医 对于筋骨的认识和治疗方式 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中医就说可以摸摸摸摸摸 但是西医就没有这种 如果你真的遇到骨折的情况之下 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立刻看看我们今天第一条短片 小可最近去踢球 导致小腿骨折 刚好她的姐姐 因为下楼梯不小心踩空了 扭傷了脚 两个腿脚不方便的人 又让了一段时间也未好 搞什么 我忘了两只骨头 我的脚弄伤了 肿得这么大 我最近也不怎么出门 我弟弟是蝶子的脚 我去看中医, 他去看西医 两个人都不可以好 好心你们去看看铁打医生 我之前我的脚踢球肿得这么大 让铁打医生摸摸摸骨 然后脚折一个月就好了 朋友叫他们去看铁打医生 说铁打医生摸摸摸就可以好了 西医治得很慢 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铁打医生用的又是什么方法呢 铁打药油对伤筋冻骨 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那哪些食物和药材可以补筋骨呢 还有林教授自创的 强健筋骨的八段功 下一节回来, 告诉你 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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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美,脆在一起 交出你的脆香米 开心,一脆即白,脆香米 过吉祥年,更多人喝家多宝 家多宝,传承王泽邦 清朝道光眼间祖团配方 配方正宗,当然更多人喝 我们中医骨香科 其实历里有一个铁打 有这个名称 铁打其实是母医结合 因为我们 尤其是清朝这个时候 在一个很鼎盛的时期 铁打是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骨香科的铁打 同时是一个武术家 练摸的时候会胸筋 同时他要有很多肉酒 铁打液会敷 就是自己搞定 第二个,他的手灵活有劲 有一定的知识有传承之后 他就会摸骨 他就摸骨 所以他懂得按摩 所以是接骨的手法 所以他慢慢就变成了 又是一个铁打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现代也有很多接骨的 我相信现代的医家 他离不开X光片 他摸的,同样可以摸 也可以用现代知识 尤其是学到现代的解释 对传统的医学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一个吸收 应该现代的铁打医生 和中医生应该吸收现代的科学成果 例如X光片 CTMR 解火学都应该去学 应该去吸收努力用 其实说到这个筋骨铁打 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都会有 铁打药 翻一两瓶药 手下看一门 究竟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遇到的时候又应该怎么使用呢 立刻看看第二条片 今天我请你来我老大这家酒楼吃饭 你今天这么好 请我来你家酒楼吃饭? 是的,大家一场朋友,对吗? 你这样的情况 我老大这里有很多药酒 等会你试一试 有植物的,有动物的 有些就最適合这种铁打 我来捉一捉 一探就好了,很快就好了 真的? 是的,你试一下 好 我老大这些药酒 好,整季都是 这些药酒很行 我拿一瓶正的给你 好 这瓶正的,可以用茶、喝、粥 让你试一试 究竟这些药酒有什么用呢? 对筋骨痛又有没有保健作用呢? 这些药酒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是中药的药材 用米酒或曲酒浸泡 通过酒里面的酒精 去将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到那个酒那里去 那药酒分为两种 一种是内服的,一种是外用的 内服就是调气血 也可以化育、驱风湿 有酸汁、有强重作用 外用的那些 只要是用于散耳止痛 散耳止痛 其中有些外用的药酒是不可以吃的 比如说它有毒的药材 比如用村污、草污 这些很霸毒的药汉 它千万不能够吃的 它用这些药酒 就会消肿止痛 它就比较好 那它对筋骨有什么作用呢? 是否就是活血、散乳、化育 是的,它就有驱风、化育 有行气,它就消肿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怀关节是扭伤了 扭伤之后 你早期的人大撕裂 会有血肿、肿胀 肿胀之后 铁带医生会帮你用手法 帮你扶症 如果骨错缝,扶症 铁筋、跳槽,它们会扶症 扶症之后 它会在局部 要么就用浴膏敷 要么就用散乳的浴酒 塗上去 它会促进血腫的吸收 让它快点好 如果是残疚性的损伤 好来不好的那些 已经过了几个月的那些 它会用手法去捉 扭浴浴罩那种又是化耳的 刺激性没有那么强 那像它那种两年那种可以吗? 是的 就可以用浴酒捉一捉 捉到它 摸到根结 把它散开 根结散开之后 它有一个手法的作用和浴酒的作用 同时发挥作用很难解决问题 其实讲到这个药酒 很多朋友都知道 有时 当然是可以喝那些药酒 喝一两宗老人家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除了选择喝药酒之外 还有什么食疗的方法 是可以对我们的筋骨是有好处的呢? 对身体首先要对脾胃好 一定吃的东西不要滞胃 如果你吃滞了 什么都吃什么都不好 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所以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胃口 你不要吃滞了 不要吃那么多东西 一定会含有蛋白那些类的 它就会跟骨的营养成分 它会好一些 那你在食品里面 比如说黑芝麻、黑桃 都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补腎非常之好的 我们吃那些含有充分拒质的药物来说 现在研究出来了 你一定是含有拒质的成分 它对骨头是好的 它是种骨的 而且对肌肉应该是好的 蜕蜕的时候经常会抽筋 你补充拒质之后 它就没有可以抽筋了 所以同于饮食来说 只要是吃那些对保肝臣有用的食物 或者是那些药材 或者是吃一些拒质 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 第二个你就要注意那些运动 我想运动对于甘骨来说 是最适合的 那林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运动 或者是好的一些锻炼的方法 可以推荐给我们 运动方法非常多 大家都要很多种运动 各有适合的 但如果你说运动 我们中国传统的武术 是非常非常好的 武术和导人 因为它为什么说它好呢 它是先练呼吸的 它是一个有勇运动 第二个它是左右对称均衡的 它不会偏迷一变的 比如说你现在打网球 非常开心 非常好 但是很容易受伤 它容易受伤 网球爪 一边运动 网球爪 它经常顺手正腰 经常在运动 它不均真 而武术组合对称 第三个你可以练得比较均匀 可以慢一点 尤其是中老年人 你可以慢慢练 动作可以更均匀 比较体技那些 你可以慢一点练 非常适合青年、少年 到老年都适合的 我去年我拼了一套操 我可以适合于 比如说我们储办公室的人员 适合于年纪大的人员 做一些运动 我八个动作里面 其实就已经包括了 全身的关节的运动 肌肉的运动 常做可以放 做得少一点可以放松 做得多一点可以强壮 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教授 教大家练一下 他自创的八段弓 大家掌声欢迎 我们是做第一个动作 叫双手托天理心招 吸气 向上 手指相对向上称 这个拉上肢和筋夹骨 向上称 还有脚 提起脚尖 站起弯向上称 吸气 吸进气了 呼气 呼气下来 这个动作 这个跟八段感的动作比较相似 这个跟八段感的第一色 一模一样 对 呼气 通常这个要做八个到三十个 这个你自己时间把握 这个双手托天理心招 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 平举 降气 翻双手托天理心 滑夹 高护 逆标 水 摆下肩膀 身低 tracks 呼气 呼气 好,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攻步挺风大挥手 上步 叉手 吸气 对,两个手向外撑 攻步 尤其是你的后脚要伸直 脚针不可以离地 你拉到七头哥 可以抗胸 手两边撑 即是后脚是直的,绷直的 对,后脚一定要绷直的 前脚是弯的 很多人说后脚绷不直的 绷不直的,怎么办? 慢慢练练,绷直的 那怎么办?硬绷拉伤 第三个 好 就这样一路做 可以对背部 你经常驼背,坐在那里,蹲下头 对背部,颈肌 手腕都有好处 这个比较简单吧? 比较简单,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第四个呢? 第五个呢? 就是大盘整刺 健身角 吸气 手指握住 然后呼气 但能够超过一百下 不是多少个 大六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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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叫做 执马 琴拿 大 八卦弓 这个是一个武术的动作来的 一个弓法来的 就通拳 然后呢? 反手 握 走 吸气 呼气 握完之后 吸气 这个是否需要转腰呢? 腰不用转 这个不需要转腰 这个练得好就可以转腰了 推头练不需要转腰 主要就是 就是打拳的时候是呼气的 是吗? 对,冲拳呼气 收拳就吸气 握完之后吸气 这个很典型,好像黄飞鸿那种姿势 对 这个是鹰酒公里面的动作 对 鹰酒公里面的动作 对 所以这样的手 是鹰酒公的动作 好了,第七个 第七个呢 主要是练腿的 我们中年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肌肉不够好的时候 有早期退行性肝脊炎的时候 可以练这个弓 这个弓的作用就是 很重点强化七头鸡 故事头鸡 尤其是内侧鸡 大家可以轻轻 蹦蹦一点 微蹲 我们的手可以这样摆 这个是太极拳的姿势 这个是,有点像太极拳 是的 吸气 呼气 吸气 吸气 呼气 是的,下去的时候要招起 而且要蹬直 蹬直 一定要直 很连大腿的肌肉 是的,很连大腿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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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七头鸡 有点难过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练了 这个练股四头鸡的肌肉 很快脆的 很快脆会增长你的肌肉 好 如果配合呼吸 而且不容易跪 那登的时候是呼还是吸气 开始练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力 你先练一下 这个 你练到直 练棋 练到腰框的力 它平衡的力 都可以不同 那登的时候是呼气还是吸气 呼气 呼气是吗 吸气 吸气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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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根呼气 慢慢吸气 但一根呼气 明白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云首 右部云首 发阴阳 名字叫做 右部云首 发阴阳 就是做一两个云首 第二个就是太极的云首 然后就上步 这个很典型的太极的动作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定步 就是公步 就是公步 就是马步 就是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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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两个动作 就是钉步 谢谢林主任 我相信 学会这段八段功 之后 你可以清霸武林 就是所有的武林的招数 都融合在里面了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的节目 有更多的收获 令你更强骨健 长命百岁 很感谢你关注今期的健康100分 健康100分 健康生活更斑斑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 天气反常 加上大时大折 吃得太甜太咸 血压不敢飙高 高血压可不可以预防呢 下期健康100分 请来中山大学孙日仙 纪念医院中医科副主任 黄启辉教授 倾囊相授高血压中医健康教育处方 还有高血压饮食禁忌 正确的运动方法 内容绝对精彩 欢迎留意收看